小伙一招穿越绑定史上最费胜吃汗系统 他狗在御女宗成为了贪门小保安 一族大祭司偷袭而至 作为御女宗唯一的男人 他再也狗不下去了 春心化神体剩余能量80% 硬扛一招才消耗五个点的能量 弄着干嘛 砍死他 随着大祭司一声令响 两个喽啰立刻向张浪抬去 张浪一边反击一边思考 怎么才能顺便把黑丝的任务也做 他保留了几分实力 在与敌人过了十几招后才将敌人彻底打怕 一旁的赵铁锤此时还在中毒的眩晕中 但是他看向张浪的眼神却感觉很奇怪 大祭司是吧 大老远跑一趟 我给你个机会 用你最强的招式攻击我 我保证不躲 这难道就是小说里讲的 男子乞丐 大祭司听到张浪口出狂言气急反向 他双手开合间 无数的紫色灵力爆然开来 他这就要让张浪知道装逼的代价 另一边的张浪见大祭司似乎在酝酿大招 他心里也有些秃脱 装逼的风险果然很大 可恶无足奥义 雷鸣爆破机 一只核式凝聚的紫色骷髅头 突然喷发出了巨大的爆破之力 一旁的赵铁锤很是担心的喊张浪 这一击凝聚了大祭司起码八成的灵力 张浪直接调动起30%的能量防御 他隐约觉得这些力量足够抵御对方的攻击了 一生 紫色的雷鸣爆破机 瞬间正面冲撞上了张浪的防御罩 当紫色雷鸣爆烟消云散 对峙的两人齐齐愣住 我靠 你个废缠 拍下了老子那么多的能量 这就是你的最强奥义 毫发无伤 这小子是哪摸出来的妖妮 就在这时 张浪熬无惨叫一声原地向后飞起 这番操作让大祭司直接懵逼了 到腿锤剑此连忙上前扶起浑身抖动的张浪 而张浪则指着大祭司吼到好阴毒的招数 大祭司正暗自疑惑 自己的招数难道威力延时了 就见张浪已经带着赵铁锤转身逃走 大祭司吩咐下属立刻将人抓回来 下属大块头们立刻开始了搜山行动 可恶啊 我的针筋被打散了 那现在怎么办啊 别急 还有办法能疗伤 你在我房间 拿走那团黑布还在吗 我该怎么做 用机会给你包扎伤口吗 张浪表面上一本正经地让赵铁锤穿上了 但心里其实是慌的一批 他刚刚的战术后仰是不是做得太明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保 onde 请不吝点赞 伝 apology 蹦